眼见虎人榜眼球哥朗索鲍尔本季投篮表现如此低迷 曾拿2004年总冠军赛MVP的传奇球星毕勒普斯 终于说话了 假如我是朗索鲍尔 我会打电话给凯文马丁 他曾是联盟里面投篮姿势很怪的球员 但他的投篮很准 先前曾被抗台报告嘲讽面包球的朗索鲍尔 本季场均虽有9分7 四篮板语期 一助攻投篮命中率却仅3成15 三分命中率2成50 罚球命中率更低到4成29 会被传出离幻异普正并不意外 出手姿势怪异也常被人诟病 尽管胡人总裁魔术强声强调过 这个球技不会刻意改变朗索鲍尔的怪异投篮姿势 可是随着他的手感越来越差 间接造成胡人战机始终无法真正提升上来 改变投篮姿势或许是球哥当前唯一选择 就怕球巴拉瓦尔不同意 其实毕勒普生的建议相当重肯 因为生涯带过国王火箭雷霆灰狼马斯等对的马丁 就算投篮姿势也很怪异 生涯场均得分人有17 4分命中率高达4×37 3分命中率也有3×84 指导狼索鲍尔投篮相当合适 如今大前辈替狼索鲍尔找出一条活路 接着就看球哥是否愿意接受建议 低下头来打电话给马丁 否则球哥的手感继续这么烂下去 只会让他的行情越来越低 忠实电子报